俄罗斯国防部20号说 乌克兰对位于扎波罗热州的俄罗斯军人 使用了B型肉毒杆菌毒素 同一天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的 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遭到了无人机袭击 对此 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盖黛 20号说 俄军试图同时从不同方面发起进攻 但没有成功 俄国防部20号对记者说 在顿巴斯等地区遭受军事失败的情况下 泽连斯基政权批准了用化学毒剂 对俄罗斯军人和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 7月31号 在扎波罗热州执行任务的多名俄罗斯军人 因出现严重中毒症状被送到军事医院 检查发现这些军人体内存在B型肉毒杆菌毒素 有关基辅政权从事化学恐怖主义的证据 俄方将很快提交给进化5组织 塞瓦斯托波尔市市长拉兹沃扎耶夫 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位于该市的俄罗斯黑海舰队总部 当日遭到无人机袭击 但未造成人员伤亡 俄黑海舰队总部周边地区已被警方封锁 塞瓦斯托波尔市政府要求当地居民 尽可能待在家中 拉兹沃扎耶夫同时说 一架无人机在俄黑海舰队总部上空 被俄防空部队击落 卢干斯克地区军事行政长官 谢尔盖·盖黛 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在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交界的部分地区 乌克兰和俄罗斯军队之间的战斗仍在继续 俄军试图同时从不同方面发起进攻 但没有成功 乌通社20号援引乌克兰各地军事部门的消息报道 19号至20号上午 俄军继续对蒂涅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哈尔科夫等六个地区进行炮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